亲爱的基督六家家人们,这次我们感恩节特别动员大家用网络的方法将个人见证和福音短讲 用五分钟的方法纷纷呈现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提议以来 在过去的两周教会的YouTube频道和微信以每天至少一篇的速度发放大家的作品 本周一我更是一下子收到了五篇优秀的作品 最近教会的国语、粤语、英文三种语言的作品纷纷出炉并在发放当中 实在为我们的教会感谢神 在上个主日的这个正道当中 李长老特别提到了希望教会能够出现100篇福音五分钟的作品 这样的一个目标100篇每篇五分钟其实就是福音五百分了 这是我们新的目标 西方来书十一章理解说 我信使守望之士的实底未见之士的缺距 很多事情还没有看见啊 但是你看到的这是一个缺距 我相信这是通过新兴的眼光可以看见的 福音五百分是我们新的目标 盼望你的作品已收集在这个福音五百分当中 基督六加加油 这个星期一天的儿童部 我们的颜牧师和师母会通过在这个壁炉旁边 谈论圣诞节和礼和我关系这样的方法和小朋友们正道 岳一部赵美明弟兄会特别以这个传道书的经文 我已转念给岳一部的弟兄姊妹们正道 我会以回归神的创造为题 带领大家通过温习神在第六天 第七天的这个创造和安息 找到神的心意 当然了请大家记录 这个星期天主日的十二点是教会 按照政府规定所举办的一年一次的年会 在这次年会当中 教会的会由至少有三分之一出席 才能够选举出教会未来的执事 按照教会会章的规定 每一个在基督之家受洗的 或者是在类似的信仰正统的教会受洗的 在我们教会聚会超过三个月的 都可以申请成为教会的会友 基督六家是你我的家 让我们共同参与建造国家 这个星期间主日在线 我们到此见 谢谢大家